说起赵本山想必大家都知道,他在春晚上给大家留下来深刻的印象,从最早的小草到后来的卖馆、卖车系列,然后合作宋丹丹老师为大家带来的白云黑土系列,最后合作自己赵家般的土地,可以说赵本山在春晚的舞台上带给大家太多太多的欢乐,更是被大家挂上了小品王的称号。 然而却有一个人曾公开执研究本山的小品不注重思想,这个人就是韩再芬,韩再芬是中国黄梅系表演艺术家,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,中国系剧家协会副主席,国家一级演员,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,显让安庆在芬黄梅艺术志愿院长,是改革开放以来, 中国戏剧界第一家一个人命名的剧院,而且韩再芬表演的舞台剧给大家,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。 她是大众公认东方美人,从一三十年来,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, 例如最久的杨玉华,悲愤的豆娥,潇洒的孟丽君,还有大家熟知的七仙女,她刻画的每个人物,就如同她的艺术魅力一样,让大家流连冒返,因此韩再芬更是被称之为黄梅仙子。 然而真正让韩再芬走入大家眼中的,并不是因为黄梅戏,而是曾经的赵本山小沈阳事件。 当初在一次采访中,韩再芬直言说到赵本山和小沈阳的小品不注重思想,而这番言论在当时,也是引发了广大网友们的热议。 不少网友支持韩再芬的观点,认为赵本山和小沈阳的有些作品过于低俗,还有不少网友为赵本山和小沈阳鸣不平,认为赵家般的作品都是源自于民间生活,体现了老百姓们的喜怒哀乐,这也是大家能够喜欢他们的原因。 这并不是低俗,而是生活就是如此,其实小品就是源于生活而来,可能有些事情看上去羔羊,有些事情看上去低俗,但是这就是人生。 大家对此事有什么看法吗?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